嗨,我是曾晴岳,恭喜东京万复仇者完结了 那之前也有聊过这部作品,今天就来对这部作品做一个总结点评 以及我对于结局的看法 先说,其实我对于这部作品还是有一点感情的 我很喜欢Mikey,也很喜欢Dolakin跟场地 只是我对于故事的安排,就是不太能够接受 那我看到结局的时候,就觉得 何周景健老师,我觉得我 总之今天这部影片,大部分都会是一些吐槽 如果想要看比较详细的点评,可以去看之前做的影片 今天这部影片比较像是做一个大方向的情感发泄 对,可以说是情感发泄 毕竟黑色冲动由爱而生 我的冲动也是来自于对于这部作品的爱 如果你是东湾的铁粉,也请不要生气 我是真的蛮喜欢这部作品的 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简单地复习剧集内容 多少还是会有些剧头 若是你还没看过这部作品 或是你是还没看过完结片的人 它被剧头的话,可以看完之后再来看这部影片哦 东湾复仇者是何周景健老师创作的漫画 在讲坛社的周刊少年Magazine连载 从2017年的3月开始连载 直到2022年的11月完结 一共连载了5年有8个月的时间 那这部作品主要在说 主角花园舞蹈是一个生活不得志的青年 有天他在家里看电视新闻时 发现自己的前女友举日相 与前女友的弟弟举职人 因为意外卷入帮派东京万会的争斗而身亡 看到这样的新闻 舞蹈也开始怀念起了前女友的点点滴滴 他一边回忆往事 一边出门前往地铁站 不过就在地铁即将到站的时候 他突然被不知名的人推下月台 而当舞蹈再次睁开眼时 他发现自己回到了12年前 也就是自己国中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是他正在跟前女友举日相交往的时候 而在舞蹈还在厘清这一切的前因后果时 他却有穿越回了现代 这是原本在新闻里以播报身亡的举职人 却好端端地站在舞蹈眼前 他告诉舞蹈是他拯救了自己的心意 以及舞蹈是穿越者 这个相当重大的讯息 并希望舞蹈再次穿越到过去 拯救他姐姐举日相 进而展开的一连串故事 OK 以上就是大约漫画第一话的内容 在第一话就是很巧妙地把所有的大主题告诉你 穿越 旧人 东京万会 但是所有的细节跟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你完全不知道 到底为什么前女友会被卷入斗争 为什么东京万会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在接下来的集出 会慢慢抽丝剥茧 让读者会一直想看下去 若是以漫画来说 东万的第一话我会给超高的分数 应该说我在前节的章节 我认为真的很好看 是的 若是把整部漫画用章节区分来看 会变成 8月3日斗争 血行万圣节 圣夜决战 关东事变 以及 黑色冲动 对我才不管什么三天阵阵 我就要说这个章节是黑色冲动 好 首先是8月3日斗争 这个章节我会给他 90分 我之前说过东万的穿越非常有意思 跟一般的穿越不一样 主角只能穿越到12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你如果要改变2010年的3月3日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你只能在2022年的3月3日以前回到过去 注意只能是以前哦 你只能穿越到12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如果你穿越回去到2010年的3月3日 你想改变的那件事情 你搞砸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再改变了 因为过去跟现在的时间是一直往前进的 当过去变成3月4日 你回到现在也变成3月4日 就永远回不去12年前的3月3日 机会只有一次 那个时间点过了就再也没了 这个设定有让穿越变成不是万能 虽然是穿越哦 但因为机会只有一次 还是会给读者带来紧张感 并且虽然主角典费 但毕竟故事才刚开始 所以也还能接受 也会期待主角后面是不是会变强 并没有 哦 而且整体故事还带有悬疑感 究竟东万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的 里面到底隐藏什么阴谋 老实说前面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好 那再来是血腥万圣节这个篇章 这个章节会给70分 是的 分数直线下降了20分 那为什么会扣这么多分呢 首先在这个章节 你会开始发现主角 根本无法活用穿越的能力 也会发现 他遇到事情都只用哭跟呐喊解决 接着你会发现 诶 主角的智商好像有点问题 用一个情节比喻 你大概就能理解 在2010年的1月1日 你朋友出了严重的车祸 所以你决定在2022年的1月1日 穿越到12年前 也就是2010年的1月1日 阻止那场车祸 比较笨的人会怎么做呢 我们说的是比较笨的人哦 比较笨的人会直接穿越回2010年 之后马上去找那个朋友在哪 要不就是想办法让他停留在室内 要不就是一直跟着他 这是比较笨的人哦 那正常人怎么做呢 正常人可能在穿越之前会去调查教室的车辆 驾驶人是谁 朋友那天的动向等等 也就是先做好一些准备 那有小聪明的人可能还会去查一下那天有没有彩券开奖 顺便买一张之类的 但是我们的主角舞蹈 他连比较笨的人都远远比不上 舞蹈的行为模式是这样哦 当他穿越到2010年 哇 好怀念哦 哇塞 12年前竟然又卖这个饼干 哇 这是12年前的游戏机 诶 我想要干嘛 对啦 我朋友今天出这货来不及了啦 他在哪里啦 对 就差不多是这样 而且每一次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设定 让助教变得更让人喜欢不起来 并且从这章节开始 你也会慢慢发现 除了助教以外 其他角色也似乎都怪怪的 不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看 这个男人太狠了 他的名字叫做医虎 他为了送自己的好朋友Mikey一台摩托车 所以下定决心去偷车 没想到刚好偷到Mikey大哥开的店 被发现之后 他竟然直接干掉了Mikey的大哥 甚至他还想要干掉Mikey 你不是要送他礼物吗 原来你是想送他过奈河桥啊 真的太狠了 注意看 这个男人也非常狠 他的名字叫场地 他在斗争中 被敌人打个半死 只剩下一口气 但是他却用谨慎的力气站了起来 你以为他站起来 是要攻击敌人吗 不 他站起来 是要给自己一刀 真的太狠了 我不是说这些行为不合理哦 义虎跟场地的心境 其实大部分的读者都看得懂 只是剧情都没有花篇谷 去交代角色的心理过程与流动 所以看起来相当突兀 就会有一种他在干嘛的感觉 我相信部分的读者 应该从这个章节就开始会边看边骂 不过这个篇章 因为千冬于场地的情感跳出来 我本来是想给60分的 最后还是加了10分上去 再来是《圣夜决战》这个篇章 这个篇章我会给55分 是的 从这个章节开始 应该大部分的人就有点不耐烦了 首先是剧情不断的鬼打墙 然后你会发现 主角依然没有装进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大家超弱 明明会穿越 但不活用能力 遇到事情只会哭 但是 但是 在这么弱的主角面前 对手各个都是超壮 超高 打架超强 那怎么办呢 这样主角要怎么打赢他们 呃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 那就给主角一个外公 是的 主要在每一次的战斗中 就像开了锁写外挂一样 没有看的人可能不知道 那个战斗力的差距有多么不合理 举个例子 你能想象一个高中生 站在拳击擂台 让泰森狂殴半小时 可是他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 直到最后还用坚定的眼神说 泰森 我一定会打到你 嗯 好哦 当然我们不是硬要把漫画用现实的标准来看 只是这样大的战力差距 并且每次都是用毅力跟呐喊去面对 读者一定也会感受到无力跟麻痹 OK 那接下来是关东事变这个篇章 这个篇章我会给65分 对 相比前两个章节 关东事变我反而会给稍微高一点的分数 原因是若你是看到这边的读者 对于主角的种种行为 你已经麻痹了 你已经看开了 并且在这个章节 其实还算是有把前面一些剧情 做一个统整收尾 而对于西教铁台这个反派的设定 也有一些加分点 毕竟他不是穿越者 只是一个普通人 主角一次又一次用穿越破坏他的计策 但是他依然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用脑袋再去布局 就是这个人要相当执着 而在漫画里也有把他这份执着跟不甘心画出来 这个部分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那西教铁台最后被车撞死 也格外的讽刺 以及有一种惋惜感 只是角色备好的情感设定 依然不够有重量 稍嫌可惜 就是当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坏事的时候 也只是觉得 嗯 西教铁台你应该也有病啊 然后我认为在这个章节完节 就是最好的结局点 如果不要让爱马领便当 然后把最后的大结局放在这里 那我会给这个结尾75分左右的分数 至少我会认为 虽然是一部bug很多的作品 但整体算是一部还不错 且有趣的漫画 不过就是因为最后一个篇章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篇章 黑色冲动 这个篇章我会给20分 是的 我就是只给20分的分数 因为这个篇章触碰到了一些 我比较无法接受的点 首先是刻意卖角色情感 这个点我是比较难吞下去的 这是一个比较偏商业方式的行为 就很像是很多人很喜欢一个角色 那我为了博取大家的泪水 可以引起话题性 我就故意让这个角色领便当 但是我后面在想办法让他复活 甚至我早就已经知道这个角色不会死了 但这个篇章我是不知道一开始在画的时候 何久敬建老师是不是已经想好结局了 但我自己推测 在画出黑色冲动这个时候 应该就已经有了大结局的图形 因为我们不难发现从关东事变的结尾处就一直在铺一些桥段 为的就是最后要让黑色冲动能去串联整个作品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在关东事变结尾甚至更值钱 何久敬建老师或许就想要走一个让全部人都复活的快乐大结局 我并不是说不能走快乐结局 只是如果已经决定要快乐的结局 那这个篇章开始发一些重要角色便当的行为 就让我觉得比较可疑 就算老师是最后到尾声才想到这个结局 我也依然认为这个做法会让读者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所以我一开始才说有一种被玩弄的氛围 举个例子 婚人者里面令人感动的便当非常多 像栽不展啊 白啊 自来也等等 如果安本老师在最后大结局那一话 直接创造一个灰毒转身2.0 把所有人全部复活 并且所有坏人都变成好人 那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有一种被玩弄的感觉 所以这样的安排我自己相当不喜欢 甚至我以后重看东方的时候也不会被感动 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家最后都会复活了 我以为我在看东街万复仇者原来是东街万复活 并且在这个篇章 舞蹈除了穿越时空 竟然还得到可以看到未来的能力 然后身体能力这么弱的舞蹈 竟然靠这个能力 跟整部漫画最强的Mikey过招好几次 甚至最后舞蹈跟Mikey还一起穿越到小时候 真的是有一点变成想花什么就花什么的感觉 那我们也聊一下黑色冲动好了 黑色冲动这个东西原本应该是要最神奇 因为黑色冲动真的是一个相当莫名其妙的东西 但因为最后作者真的就把黑色冲动归类为莫名其妙的东西 黑色冲动是诅咒 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而且这个诅咒也是有原因的 好可以至少说不得了我 并且在最后Mikey大哥的回忆也有把整个故事串接起来 所以我自己对于黑色冲动我有比较释怀 而这个篇章的20分也是给这段回忆系的 只不过这个黑色冲动正如漫画所说 它的确是会转移的 最后全部转移到读者的身体 好最后我们来聊聊结局 我自己觉得还是蛮可惜的 尽管最后有把穿越的来龙区块解释清楚 但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很不喜欢这个快乐大结局 这样的结局会有一种 这部作品的重量很轻 尽管中间如此努力奋斗 拼命抗争 尽管中间我们陪角色一起留下这么多泪水 但结局我就是要无视逻辑 直接给你一个全体大复活 大家都快乐 但是这样真的快乐吗 我们在这个世界生存 经历了生老病死 也体会人生中的喜怒哀乐 生命之所以美丽 并不是永远都只是因为快乐的事情 而是因为有痛苦有遗憾 我们才能体会那些美好是珍贵的 若是要说我自己理想中冬万的结局 我自己也说过很多次 我是希望停在关东事变那边 但若是照目前的剧情走向 我会希望舞到最后就这样牺牲自己就好了 并且这个穿越的能力也不要转移 就让这个超现实的能力 因为他的牺牲而消失在他体内 毕竟舞到的原本最大目的就是 拯救绝日像 其实这个目的已经达成了 而若是黑色冲动 也能随着舞到的牺牲散去 Mike也会不正常 并且把东京万会解散 那另一个目的其实也达成了 说真的 这样的未来已经比一开始 那个东湾为非作代的世界好多了 而我愿意舞到的离开 这个角色才会比较成立 因为虽然大部分的读者很不喜欢舞到 我知道我也不是那么喜欢 但怎么说呢 我不会把错全部怪在他身上 因为应该来说 其实舞到算是剧情下的牺牲者 应该说何九景健老师 是为了能够顺利的让剧情从A走到B 所以只能够把舞到设定成这样 若这样看 舞到种种奇怪的行为就比较能解释 所以我会把舞到归类为功能性主角 虽然整部故事是以他的视角来描写 但他是用来串联故事用的角色 真正的剧情点 其实是在讲Mikey的故事 包含他的过去 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 他的内心变化 以及东京万会等等的一切 所以若是舞到最后可以牺牲自己 他的那些不合理 让独者反弹的举动 会在他离去后 直接反转且升华 会让这个角色变得比较出色 那这个就是我对于结局的个人看法 当然虽然我对于东湾的评价是比较不好的 但基本上东湾绝对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 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不止销售量经常霸榜 也有动画画 以及真人版电影 尤其在女性间的人气 非常非常高 总之 我看完东湾的时候 心情还是挺复杂的 那种复杂的情感 其实多半也是来自于 对于这部作品的喜欢 而对于我来说 要下个总结的话 东湾是一部优点及缺点 都非常明显的作品 也是一部有点可惜的作品 不过无论如何 也谢谢何俊贤老师 带给我们这五年的时光 东湾还是曾经 让我们有过许多感动 尽管这些感动 最后都慢慢变成了冲动 但这些迷人的角色们 也都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也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对于东湾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